在这个视频里,我来给你讲讲分数数表的问题 比如给你一个这样的分数数表 你知道第三百行第十一列的分数是多少吗? 要想找到这个数,就得先弄清楚这个数表的规律先 从行来观察,第一行分子都是1,第二行分子都是2,第三行分子都是3 不难看出,分数在第几行,分子就等于几 题目要求的是第三百行的数,那它的分子当然就是300了 分子的规律找到了,接下来再看看分母的规律 先看第一行,分母是2打头的连续自然数 再看第二行,分母是3打头的连续自然数 那第三百行,自然就是301打头的连续自然数了 如果是从左往右数第十一个,那数一数就可以知道是311 于是答案就是311分之300 答案是做出来了,但刚刚关于分母的确定,方法其实很土 如果你留意一下每一列分子分母之间的差 其实可以看出更好的规律来 第一列,分子分母的差都是1 第二列,分子分母的差都是2 第三列,分子分母的差都是3 总之,第几列,分子分母的差就是几 看出这个规律后,你就能轻松搞定下面这种问题了 给你一个分数2015分之2009 求它在第几行第几列 首先还是看第几行 这取决于分子,分子是几,就是第几行 现在分子是2009,那就是第2009行 再看第几列 这个取决于分子分母的差 分子分母的差是几,就是第几列 拿这个分数的分母减去分子,算算得6 这就是它所在的列了 因此这个分数位于这个数表的第2009行 第六列 这个数表你搞清楚了 那咱来看一个更复杂的 这里第一行只有一分之一这一个数 第二行有一分之二和二分之一两数 以此类推 根据前五行的规律 问你1949分之2015位于第几行第几列 要想找到数字的位置 当然还是要分析清楚这个数表有啥规律才行 第一行只有一个数 规律不好找 接下来看第二行 一分之二和二分之一 大小虽然不同 但一加二等于二加一都是三 也就是说它们分子分母的和相同 那其他行有没有这个规律呢 再看第三行 一加三 二加二 三加一 都等于四 第四行的分子分母和都是五 第五行的分子分母和都是六 看来是第几行 分子分母的和就等于几加一 也就是分子分母的和都等于行数加一 反过来 行数也就等于分子分母的和减一 这就是相应的规律了 那一九四九分之二零一五 分子分母的和加加等于三九六四 相应的行数就应该是三九六四减一 得三九六三 行已经搞定了 接下来再看列 不难发现 第一列的分数分母都是一 第二列的分数分母都是二 也就是说分母是几 这个分数就位于第几列 而这个分数的分母是一九四九 那它自然位于第一九四九列了 到此行和列就都搞定了 好了以上就是分数数表的问题 无论是告诉你位置让你找数 还是告诉你数让你找位置 都需要你搞清楚 行数列数与分子分母之间的换算关系 这就是分析分数数表的关键 怎么样你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了 就赶快去做题赚金币吧 好 好 感谢观看